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加門口邊的大基建 北京沒份參與 針對中共數大惡行 七國集團發表公報 中國基層地方政府稱 財政也沒錢 只能靠罰款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5月21日星期天 歡迎您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加門口邊的大基建 北京沒份參與 美 日 印澳四國領導人週六晚間在廣島G7峰會間隙舉行了四方峰會 再次承諾與太平洋島國合作 實現共同願望 應對共同挑戰 白宮網站貼出的聯合聲明提到印太電纜連接和彈性的四方夥伴關係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印度總理莫迪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國總統拜登5月20日在廣島舉行了第三次四方領導人面對面峰會 這次峰會由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主持 法廣引述日經亞洲報導 印度總理莫迪在四國領導人峰會的開幕詞中說 四國集團已經將自己確立為印太地區和平 穩定和繁榮的平臺 莫迪說 我們同意 印太地區的安全和成功不僅對這個地區 而且對整個世界都很重要 他補充說 我們正在以共同的民主價值觀為基礎的建設性議程向前邁進 這位印度總理還說 四方正在發展在戰略技術 可靠供應鏈 衛生安全 海上安全和反恐等關鍵領域的積極合作 四方聯合聲明提到了 四方集團致力於通過發展有彈性的基礎設施 來改善本地區的連接性 四方認識到 迫切需要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優質海底電纜網絡 這是全球增長和繁榮的關鍵 今天 我們宣布了一個新的電纜連接和彈性的四方夥伴關係 該夥伴關係將利用四方國家 在製造 交付和維護電纜基礎設施方面的世界級專長 加強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電纜系統 這個聯合聲明指出 全球戰略和經濟環境正在迅速變化 對本地區國家產生直接影響 我們一起重申 我們堅定地致力於建設一個自由開放 具有包容性和復原力的印度洋太平洋 針對中共數大惡行 七國集團發表公報 本屆七國集團廣島峰會的領導人聯合公報 5月20日下午發表 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20日在廣島的記者會上說 公報中 關於中國的文字完全直接了當 沒有敵意 也不是無緣無故的 是直接而坦率的 公報強調 這期的政策方針並非為了傷害中國 也不是為了阻礙中國的經濟進步與發展 並沒有尋求與中國脫鉤 也不會故步自封 但與此同時 各方認識到 要取得經濟上的韌性 就必須去風險化並尋求多樣化 公報說 這期成員將採取單獨行動和集體措施 投資於本身的經濟活力 來將減少在關鍵供應鏈中的某些過度依賴 並將努力應對中國扭曲全球經濟的 非市場政策和做法所帶來的挑戰 這期成員表示 將打擊包括非法技術轉讓 和數據洩露等惡意行為 公報說 必須培養抵禦經濟脅迫的能力 有必要在不過度限制貿易和投資的情況下 來限制某些可能威脅國家安全的先進技術 今年的公報再度納入臺灣 重申台海和平與穩定 對國際社會的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 G7成員的臺灣基本立場並無改變 各國既定的中國政策也沒改變 並呼籲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G7成員國表示 將繼續表達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 包括在西藏和新疆的人權狀況 強迫勞動是各國對這一地區的主要關注重點 同時呼籲中國履行其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下的承諾 保障香港的權力 自由和高度自治 公報也強調 中國在南中國海 廣泛的海洋主權主張缺乏法律威懼 反對中國在該地區的軍事化活動 並且重申 國際仲裁庭於2016年7月12日做出的裁決 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對訴訟各方具有法律約束力 是和平解決各方爭端的有益基礎 中國基層地方政府稱 財政已沒錢 只能靠罰款 中國河南內黃縣創造的最新罰款記錄 一輛車兩年時間收到58張罰單 罰金高達27.5萬 內黃縣交運局綜合行政執法大隊的張股長毫不避諱地說 經過三年疫情 現在財政都沒錢了 這叫執法到位 該罰的錢必須得罰 而且罰款是有任務的 對此 作者燕書時評發文表示 三年疫情 財政沒錢 難道老百姓就有錢 就算百姓家裡尚有餘糧 難道就該被疫情的鍋替財政銷賬 內黃的罰單 讓人想到了節責而餘 想到了民之民高 想到了兩年前 化成一泡黃土的卡車司機金德強 2021年4月5日 51歲的金德強 途經唐山豐潤區超線檢查站時 因北斗定位掉線被扣車罰款2000元 剛烈梗直的金德強身遍無果後 憤然喝農藥自我了斷 金德強屍骨未寒 一位叫趙宏軍的卡車司機再次遭遇不公 他駕駛著一輛重型半掛牽引車跨州越線 從山東一直開到廣東都沒問題 到了廣東清遠 青城區新莊超線檢測站卻被認定超載 按規定扣車罰款500元計3分 心急如焚的趙宏軍多次找工作人員請求副榜 僵持一個多小時後 這位山東漢子選擇最原始的辦法 從手腕到肘部 劃了一條20多公分血淋淋的口子 他說自己不會喝藥 只能用這種方式捍衛卡車司機的尊嚴 最終在一位好心交警協調下得到副榜機會 邪門了 再次過榜並不超載 真的讓人寒心 這種陰損的招數 連盜匪都想不出來 良心何安 公益何在 無錫有位陸女士是個豪爽人 她妹妹在廣東汕頭結婚 當姐的一出手就借了48條滑子當洗煙 結果快遞被無錫煙草局查獲 說是無證運輸煙草 罰款1080元 在深圳 一位沒有佩戴頭盔騎電單車的中年男子被罰2000元 當場下跪哀求 2000塊錢在深圳可能算不上什麼 但對打工人來說 那是切夫之痛 還有眾所周知的殺年豬罰款 賣芹菜罰款 拍黃瓜罰款 林林總總無不讓人拍案驚奇 反倒是核酸造假等名怨極大的事情始終沒有交代 罰款無孔不入的存在 當成一種治理方式 一種震懾手段 並在財政缺錢的時候用來擴大財源 耍這種小心思 小詭計要不得 實際有言 實路者不得與下民爭利 受大者不得取小 罰款是最無能的表現 罰款之前必須先過人心這道關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失去人心多少錢都買不回來 絕不能收了罰款 量了人心 感謝您的支持和贊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也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訂閱我們 appel開小數字 不住還請訂閱 發和留言 發開的電話 發禁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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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